這領地已經有很久的領袖 但是這領地的科學研究並沒有這 為了要提供這領地文化 也還有不用這領地產業的精彩 大學就要開發這安夜茶 強調這安全、無毒、健康的地味 甚至第一泡地就能在這裡喝 泡地一直是台灣人的文化 和朋友作為泡地的開港 真的是很輕鬆的這件事 大家台下的這領地中心 特別要發到安照地 就是強調這地味來玩很安全 無農有殘留 透過了安全的這領地 要讓大家可以喝茶、喝出極空 那在第一期的種子型計劃 我們主要的話是推動食安 所以呢我們從食品安全為開始 然後呢用一個安全的茶葉 然後呢給大家這個放心的喝茶 就這樣一個的感覺 萌芽型的計劃呢 主要是在做有關於茶產業 新人產的這個培育 所以呢從一開始的食安 一開始的食農 那在第二期的時候呢 我們導入了經濟文化面 特別是建立了這個相關的這個品牌 透過這領事件 結尾中作 都說是開發出到安照地 要讓大家喝到健康的地 另外還要透過這領地 大動的經濟三亞人材背 來開發出到各種 不一樣三片的這個茶葉 用這個茶葉三亞來保佑地知道 這一波大動到三亞發展 日本的研究顯示 我們喝茶第一個最重要的話 就是安全 這是首要的 但是如果說有了安全之後 加上一個文化之後呢 就會有成長十倍以上的這個產值 那我們今年是萌芽型的第三年 做了一個很好的成果的展示 將會以富而好禮 然後安夜茶為主題 在台北的松菸文創中心 來做一個展覽 台灣的地味品質很好 台灣人民對地味安全管理也很重視 但是可是說是國外進口的地味 品質好不好就不知道了 大家台下運用現代管理技術 透過組人的動畫 來生產出安全的地 為台灣的這第三亞 帶來著新的營業 就先問Cosuan 戴川博德